今天我要为大家试驾的车款是我本身也很喜欢 但造价不菲的一台美型房车 Voxwagen Arteon 为什么要用20多万令吉买它呢? 现在就让我这个Voxwagen车厨带大家 探个究竟 Ateon 是目前市场上20万令吉少数可以买到的一台Fastbag 那以Audi的叫法呢它是被称为Sportbag啦 至于BMW则是称它为Grand Coupe 其实就是一个四门或者是五门 然后无窗框设计的一台防跑的概念 其实在这之前Voxwagen曾经推出一款叫做Pasad CC的四门防跑 那基本上它就是这个D-Segment的Pasad的Coupe版本 那当时推出的时候就吸引到很多人的注意 那这一回呢这个Ateon算是它的继承者啦 但是在整体的这个造型设计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和Pasad CC是稍微有所不同的 首先它的这个6倍式设计是更加的明显 整体其实看起来有一种Audi A5的感觉 看起来非常的优美 而且哦我之前开着它其实它的这个回头率是非常的高 甚至有AMG CLA 还有Audi TT的副驾驶都转过来看我这台车 嘿嘿嘿嘿 我们先来讲一讲它的外形部分啦 其实这个Ateon呢我第一次在这个网上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的这个车头看起来有点普通啦 甚至我觉得它有点太过忙了很乱的感觉 可是现在这个实车在我旁边 我就觉得其实实车看起来是很帅气的 那加上我国的这个Ateon呢它采用的是这个R-Line的外观套件 所以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具有这个侵略性 加上这个镀铬四条的搭配之下 其实这台车看起来它的这个前脸造型是贵气之一 又带有一丝的运动化的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LED头灯哦 还有这个LED灯条加上这个里面这个 同样也是日行灯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整体看起来这个变速度是很高 如果你从后视镜看到这台车啦 其实它的这个灯是非常非常的凶的 而在轮圈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teon它采用的是一个 19寸的双色轮圈设计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Rim Design是非常 Match 到这辆车 它看起来就很前卫很Futuristic的感觉 轮胎部分它使用的是 P Rally 的P Zero 性的轮胎 尺寸为245 40 19 245 是相当宽的 它比这个Pasad R-Line 还要再宽到一个10mm 而车侧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这台车哦相比起Pasad 它是长了一个87mm 而轴距方面其实也是比Pasad长了 51mm 达到了一个2837mm的境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 车侧看起来是非常的修长的 然后包括这个地方呢我其实个人是很喜欢的 因为它这样子凹陷进去 很Man 很阳刚的感觉 让这台车显得 就帅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C柱的部分呢 我觉得这个6倍式造型哦 加上它这个 粗壮的镀铬四条还有这个 另外一个三角镜的设计 这个整个 就真的是非常优美 然后线条一直延伸到后面 然后这边呢还有这个 突出的这个轮拱 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这台车的其中一个设计啦 就从这边颜色而来 当你在开着这台车的时候 你从这个后视镜你是会看到 这一个部分的 太爽了 来到车尾的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啦 So 它的这个车尾呢 其实远远看呢它是有一种 帕萨的感觉的 它是一种被压起来的帕萨啦 那这个尾灯组设计它是采用了一个 遜黑式的 设计然后 这个LED的方向灯呢是一个流水灯设计 加上这个LED灯条 整体其实晚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中间就有这个 Volkswagen logo 下面是它的这个车名 这个也是 Volkswagen 最新的一个家族式设计啦 至于在这个保险杆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双边双处的排气尾管造型 但是 假的 So 这一台车它是有这个电动尾门的配置的 但是它并不支援叫提示开启 一打开这个尾箱 首先我就是WOW 因为它的这个开口非常的大 这个也是这种 Fastback 的一个好处啦 就是它 连着这个后挡风镜一起这样子打开 So 你可以营造一个很大的开口 那你要 放东西上车啊 搬下车啊 都比较方便 那它的这个尾箱容量也是相当的大 563 公升 我觉得我坐进去里面都不是问题的 而且它的这个后座座椅还支援六四倾倒 再放下去过后我觉得 不要讲坐啦 我觉得我整个的躺在里面 都是easy peasy 20万的车没有脚提示开启 但是 幸好它有个优点就是 你可以这样子开 在打开这个引擎盖之前 我要先说一说啦 我觉得它的这个引擎盖 有一种clamp shell的感觉 加上这个 很多硬线条的处理啊 让这台车真的是看起来 很muscular很粗犷的感觉 然后旁边这个 R-line 的这个四条其实也是相当的漂亮 这整台车真的是 跪气中又带有一丝运动化的感觉 那打开引擎盖 哇身为Voxwagen车主的我 竟然打不开引擎盖 OK找到了 OK找到了 OK它是有这个 它是有这个油压液感的 打开引擎盖过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具引擎 因为其实这个定价的关系啦 所以我国的这个Arteon呢它引入的是 低功率的EA888 这一具2.0涡轮增压引擎呢 它的这个最大马力方面是 190PS 最峰值扭力呢则是320Nm 相比起GTi 相比起 以往的Pasad 2.0 High Line 它是 稍微低了一点啦 那这具引擎它的这个输出呢其实就和我国的 Pasad Elegance 还有Pasad R-Line是一样的 而变速箱方面呢则是这个Volkswagen最新的 7速DH14双离合变速箱 但是这个动力组合虽然说是低功率版本啦 可是它的0-100加速 官方是说 7.7秒 So 是不是真的这个表现待会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测 我刚才有讲到这个Pasad CC是基于Pasad打造而成的 Sports Coupe 那其实这个计程者Arteon也是一样它是基于现行款的Pasad V8 打造出来的一款Fastback 所以在内装部分它是直接照搬了Pasad的设计过来 但是整体的这个其实它的视觉上的质感还是相当的贵气的 在Arteon身上呢我个人喜欢的是它保留了这个 Pasad经典的这个钟标设计 因为现行款的这个最新的Pasad呢是已经抛弃了这个设计 古典与时代感兼具 那我国的这个Arteon呢它同样是导入了这个11.7寸的最新全液晶仪表盘 同时可以有不同的这个界面的客制化选项 中间的这个主机呢则是最新的Discovery Pro多媒体资讯娱乐主机 而且在这台车身上呢它是支援手势操作的 虽然有点like 除了这个Hand Gatcher 以外啦 这一台主机它也支援这个Apple CarPlay以及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而且这个Apple CarPlay它还是无线版本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连接Cable我就可以直接用我的这个手机 开启这个Apple CarPlay的功能 但是相比起我国最新的这个Pasada它的这个方向盘就是上一代的 这个354 R-Line的这个设计 这个相比起Pasada它就稍微比较输了一点可是在功能性上它还是很完整的包括有这个Pedal Shift 的配置 至于其他配置的部分呢其实这一台车也是相当很丰富的首先它就导入了这个拥有11颗喇叭的 Dine Audio 音响系统 包括有一个低音炮在这个尾箱的部分 哦讲到这个尾箱其实这台车它是有full size的spare dial的 除此之外呢这一台车还具备了这个360度的全景摄像辅助系统那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360度其实是相当的好用的 还有不同的画面可以切换 另外呢这台车它还具备了这个氛围灯的设计啦那这个氛围灯呢 它有三个颜色可以选择这个和Pasada 拥有11种的这个颜色选项呢它就稍微少了一点 除了氛围灯它这边还有这个 气氛灯那这个气氛灯哦它可以有两段的亮度调整很有坐飞机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台车最值钱的地方就是它拥有这个不同的驾驶模式以及 DCC电子悬吊那这个呢待会我试驾的时候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这个感受是如何 而我现在坐着的这一张座椅啦也是一个阿赖的运动型座椅它拥有这个carbon fiber 的设计 搭配灰色的风线整体看起来是相当的运动化 而且这一对前座座椅 这个副驾驶它是支援12项电动调整 至于我的这个司机座呢它除了12项电动调整以外它还多了一个 而这一边就是这个大腿这边呢你能够向前向后这样子啦有点像BMW啦更加的灵活 同时这个司机座椅它还有记忆功能以及按摩椅的function相当的特别 只不过在配备部分是那么的丰富啦可是在安全性上安全的功能上呢 这台车就7G安全气囊然后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它是一个都没有 就连blind spot 车车盲点车车它都不具备 我个人是觉得与其你放入这个非常漂亮的导航系统你导不如把这个抽掉 加一点车车盲点车车啊前方碰撞一紧等等的会更加的使用 无创工设计真的是很帅 关门身也是一贯的德系FAR 那来到后座的这个空间部分啊我就先讲它的空间好了啦 因为这台车我刚才已经说过长过Passat 51mm 在轴距方面 所以 这个51mm 就完全展现在后座的腿部空间了 So 我的身高依旧是168mm 我没有长高 那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这个拳头应该是我史上 做过最多的 三个拳头多的距离这个基本上就是长轴版的Passat 那空间表现 完全perfect 至于这个空间感呢其实虽然说它的这个车顶比较矮了一点可是整体的空间感其实还是相当好我不会有局促的感觉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因为这一边 都有玻璃的关系 so 那个空间感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身高可能180mm 的话啦我就觉得 你的 头部可能就会稍微一点顶头了因为其实我都已经接近了然后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局促 OK 讲完空间就讲一讲这个座椅表现部分 我很喜欢很满意这个座椅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椅垫呢是 完全full size 它已经是完全支撑到我的大腿了 然后坐起来其实那个设计方面呢它也是有厚到我的身体 椅背方面我会觉得它有稍微一点直啦可是我觉得这台车坐长途它因为它的这个设计具有这个支撑性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坐长途其实也是相当的舒服的 如果你们不懂的话其实上一代的这个Pasad CC啦它有分4人座跟5人座的车型那中间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不能坐人的 就算是5人座的这个版本 可是来到Arteon身上呢 这个位置其实蛮舒服的它的这个椅垫也是软的 只不过这里稍微直了一点硬了一点但是如果说要做长途我觉得其实也OK 但是我国的这个Arteon在这个部分啊它虽然是有后座空调舒服口可是它少了这个Pasad的那个 3G恒温空调系统它的那个面板是没有了所以这边看起来就有一点点稍微廉价的感觉 而且这里也没有USB Port 它只有一个12V的那个电源插座 所以也就意味着这台车全车只有两个USB Port 而且是Type-C的 一个在前面一个在这个中央部手箱里面 然后再看起来 虽然说是这个低功率版本但是这个190PS 320nm 拖动这一辆 1.6吨对这个Arteon是比Pasad还要中了一个接近150公斤左右 那基本上这个动力组合在这台车身上呢 呃我觉得没有开过VW的朋友们都会觉得 这个动力表现是充沛 饱满 然后反应相当好的 但是身为VW车主的我呢我就会觉得这个动力组合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调教的关系啦 因为之前我开过那个Pasad Elegance也是这样子 它整体的那个表现 加速方面呢 是稍微比较温馅一点 没有以往的VW车主的那种 积极啦 稍微踩深一点油门的时候呢 这个DSG它的反应会稍微比较慢了一点 那我相信这样的调教就是要为了 兼顾这个 耐用性 还有可能在油耗方面呢也是会 带来一个更好的表现 只不过烧了那个激情我就 有一种 缺了那个TSI和DSG黄金组合的那种 澎湃感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因为其实 你只要把它切换至这个S档 那个积极的感觉就有回来了啦 身材油门的时候它退档的反应也更加的快了 而且其实也开到蛮快一下的 所以我发现到当跑着一个相当高的时速的时候呢 这台车它的这个 风声的意志其实做得相当好 因为其实frameless的车子啦 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风声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 这台车它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风声一直是做到 然后整个隔音表现也是 会让你有一种开着一台 Premium高端绑车的感觉 引擎行转的那个细腻度啊 还有这个乘坐质感啊 以及整体的这个驾驶质感呢 都会让你觉得这台车 其实是带有一点豪华 带有一点那个高端 Premium的感觉的 老实说这一台车还是有一贯这个Volkswagen 很好开然后很扎实 很稳定的这个感觉啦 而且加上它有这个 不同的驾驶模式可以选择 所以 日常来开的话呢 以这个Normal的驾驶模式来讲的话 其实这台车很容易开 而且 你不要看它这样大量哦 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 体态 相当的灵活 在市区开的话你并不会觉得它 很难去捉摸很难去 掌控 包括做这个 Batting的动作的话呢 其实它都是相当的方便的 因为它这个方向盘非常的轻 那 当你需要更多的感觉的时候 你只要把它切换 放置这个 Sport mode 顿时这个手感就回来了 然后整个转向的那个指向也更加的精准 直接 加上它有这个DCC电子悬吊 那它的这个电子悬吊的这个 软硬程度呢 调整也是相当的广 这一点是我蛮surprise的 那在这个 运动模式之下 最硬的时候呢 路感是稍微比较明显的 但是整体做起来还是很舒服 包括在过滤 碎震 还有过黄线的时候 它都是很完全是把那些震动吸收到很好 我反而觉得这样的一个设定 其实开长途 这样子 Long Cruising 其实它是一台 很舒服做很舒服开的一台车 加上它的这个轴距够长 所以 其实轴距长的车子呢 你在跑高速的时候是更加的稳定 更加的 舒服 我觉得这一台车甚至比我之前开的那个Pasar Elegance 还要更加的稳 但是这个轴距呢也不仅让我感到好奇 它在这个弯道上的表现会是如何呢 我还是决定来到这个山路小试一下的伸手啦 那我现在开的是这个 Normal 的驾驶模式 我觉得它一点不够积极 所以我要切换这个Sport Mode 瞬间可以感受到它这个方向盘的指向也比较敏感了一点 然后 悬吊有变硬了 一切换到这个S 档喔 它整个积极性就回来了 OK 其实这一辆车它的这个轴距真的是 有长啦在这一段路我就真的是feel 到了 它没有 哇 它比较没有那么灵活的感觉啦 但是这个DCC 在这个Sport Mode 模式之下呢 其实它的整体的这个 侧倾的抑制啊这些都 做到蛮不错的 然后其实我现在后面是载着人的 它的这个 动态 我觉得如果有4Motion 全驱系统的话会比较好点啦 但是我国的这个Ateon 它是前驱版 但是转向方面它这个 表现还是精准的 我还是可以做到我要做的动作 只是它的这个车尾响应方面 就比较没有那么迅速了 虽然说外形 是Coupe 的感觉 但是其实它整体的这个 感觉还是有那种开房车的感觉 这个body roll 不明显然后呀 乘客做的也不会说会阴车的那一种 感觉 OK so 我以Volkswagen 的车主 来分享的话呢我觉得这一辆车啦 它在这个弯道上 其实并没有我以往 开过的这个Volkswagen 的那一种精准 可以讲 这一方面它是比较温馨了一点 整体它的这个感觉 其实还是比较偏向舒适的 它是一辆你可以 载着家人出游 然后在后座坐满乘客 都没有问题的一辆车 因为它真的是 坐起来很 很稳然后很舒服 同时它可以带给你一定的这个驾驶乐趣啦 只是说如果要和以往的这个 Volkswagen 相比的话呢 有差别 OK so 我现在就做一个简单的0-100加速测试好了 那这一台车其实它是有这个launch control 也就是弹射起步模式 我就试试看好了 OK ready 3 2 1 Go 60 70 80 100 2 OK so 接下来我就不要做这个launch control好了 我就直接踩油 看看它的这个 会不会比较快一点 So in 3 2 1 Go OK 感觉上反应有快了一点 没有那个词异 100 OK 全新的Volkswagen RTL R1在我国的售价为 221,065块2毛8令吉 当然这个怪怪的数字是after SST 豁免以后的价格 那这台车呢可享有Volkswagen Malaysia所提供的 5年保固以及3年的免费保养 那这台车基本上在我国以技术性来说它是没有同级对手的 但是以价位来讲的话呢 这个价格你同时还可以看 Mercedes 的A良派 Sedan 以及BMW的218i Grand Coupe 当然这两个对手呢 他们是一个小一号的车款 虽然说Volkswagen 是一个德系的平民品牌啦 但是我觉得RTUN 他所给到的东西呢 严格来讲其实已经可以 把它称为一台Premium的Fastback了 当然你可以说你再贴楼一个两三万令吉的话 你还可以选择这个Mercedes 的C200 以及BMW 的320i 这两款豪华方车 但是不要忘记它们是入门款 在配备上来说其实并没有这个RTUN那么的丰富 所以为什么要花一个20多万选择这个Volkswagen呢? 首先自然是 Hashtag YANG 选择它你不只买到高颜值 你同时还可以享有这个舒适 实用还有刚刚好的动力 其实这台车对许多人来说已经算是很快了 只是对Volkswagen 的车主来说可能就稍微少了一点激情 但同时它可以给到你是更好的耐用性 还有更省油 以及整体更加平顺更加舒服的一个乘坐质感 也因此我觉得它其实是一台更加全方位表现的一台Fastback Sedan 就是动力和舒适它都兼具 所以到最后它不足的地方是什么呢? Logo 咯 好啦 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对这台Volkswagen R-20有什么感想呢?有什么看法呢? 22万你会买它还是会买BBA? 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这个看法 我们一起交流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